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摄像机的拆向步骤 首先打开包装 会看到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之前请详细阅读 接下来打开白色的泡沫 拿出摄像机 这款摄像机可视频360度 上下120度转动 背部有一个USB的连接口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配件 这是一条5米长的USB连接线 用于连接电脑和摄像机 这是12V 1A的电源适配机 这是RS23R控制线 可以选择是否使用 这是原型的讯定支架 和相关的油丝配件 这是要红细 用来控制摄像机的上下左右转动功能 这是产品的保修卡 转动功能 这样我们的拆箱过程已完成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 演示一下成功的步骤 在使用摄像机的时候 需要用到USB线和电源线 首先我们用USB线连接摄像机和电脑 接下来接线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电源 摄像机通电后会进行一个大线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电源预的 视像头的上下左右转动功能 连接成功后 在电脑上打开 可以观看视频图像的软件 就可以看见图像进行会议视频了